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做的话 首先是第一个面是什么 上 上的话现在这个面 大家想象一下 在个三维空间里面 他们大家都在个圆点位置 在上的话 我要怎么走 我现在是不是要往上挪 挪多少呢 大家看一下 现在在中心位置 我们高度的中心位置是多少 150 往上挪的话 就是负的150 然后再怎么样 翻过去 对不对 好上 那么我们就是 transform transform上 就是怎么走 translator 然后我现在这里随便点一个 改成z z往上 就是负的150px 然后空格 因为他们可以缩写的 然后要翻转 rotator 沿着x轴 翻转多少 90 90 db 几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前面 感觉好像没变化 但是你会发现颜色淡了一层 那么 那么你要看到变化还有什么 因为我现在不是一个3d 对不对 所以我要在这里给它 transform style posev3d开起来 然后把我的试点呀 叫什么posecative posecative写在这儿 大概是1200px左右 800到1200都行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效果呀 好像现在还看不见 因为东西太多了 那么我们一点一点把它写下去 像我们上写好了 下呢 下跟它是一曲同工的 先怎么样啊 先挪 怎么挪呀 刚才是 不是c轴啊 应该是y轴写错了 y轴上面 往上挪是负的 往下挪是正的 然后呢 rotator 然后是负的 rotator是负的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保证这些字呀 怎么样啊 不会乱掉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什么 左边 左边怎么挪呀 先往左边挪 对不对啊 左先往左边挪 那么就是c轴上面 先是负的150tx 然后再是怎么转啊 然后呢 是y轴上面 也是负的 也是负的 朝外面转 朝外面转 然后我们的一个右 右的话就跟它都反一反 首先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c轴 我老是写错的 应该是x轴 这里也是 应该是x轴 x轴上振了150 然后rotator是振了90度 我们这样子才能保证 你这个字啊 不会乱掉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钱 钱才是真正的要怎么样啊 c轴上去动 但是它不用转 它就面向我们就行了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是我们的这个后 后的话呀 后的话我们也是c轴上 但是这是往后走 离你越远 对不对 但是它还要绕的怎么样啊 我们的一个 这个y轴是y轴吗 是应该是一个y轴 然后旋转多少呢 旋转180度 把那个字翻到那边去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在加和对下上 上的话 沿着y轴走绕着x旋转 绕着x走旋转 然后呢 我们z轴呢 是绕着y轴去旋转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里的效果 看这个立方体是不是有了 但大家会觉得好像看不出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到我们一个persective orange 然后比如说left top 然后再把我们的试点改的小一点 就离你就近了 那么这时候你就能看清楚这样子一个立方体 看到没有 这样子一个立方体啊 那么这是我们一个这个 那么像刚才讲的一个叫什么 baker face vecibility什么意思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呀 是不是能够看到我 前面是 前虽然是透明的 但是大家这个后和这个右 这个这个应该是下 下的这一面啊 理论上你去想想看你一幅画翻到背面 你背面能够看到它吗 你想象下一幅画 就想象你今天的这个笔记本的屏幕 你翻个个 你能通过它背面去看它前面的东西吗 其实是看不见的 但是我们现在默认里面是看见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visibility visibility 那个baker face visibility 它有两个指 一个叫什么 visible就是默认 表示可见 还有一个就是hidden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hidden是什么情况 写在这 写在每个 应该是写在每个例上面才行 我们来看一下 baker face visibility hidden 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你看 现在你就看不到它的另一个面了吧 对不对 现在你就看不到它另一个面了 那么我们把我们早上学的 那个就是之前学的那些知识点 再结合起来再看一下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 left baker face的这个给删了 baker face的这个给删了 然后呢 我们之前还学了什么呢 把这个visibility 也先删掉 然后呢 这是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立方体 从正面看过去的啊 然后呢 我们之前学了什么呀 transform吧 那么transform写给谁 那我写给我的ul 当我的鼠标 放到我的ul上面去的时候 然后呢 transform transform rotator x轴360第一击 然后呢 rotator y 也是360第一击 然后我们 再给我们的ul原始 写上transition transition多少呢 all 然后呢 两秒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删心一下 它就在旋转 看到没有 而且并且旋转的途中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里有个黑色空线吗 黑色空线是谁呀 其实就是我今天的这个ul这里的board 你把它删掉就行了 我主要是一开始让大家看清楚我们这个ul的方向 现在好 你看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在转 转的有点快 你可以让它再慢一点 那时间在哪 在这 好五秒 好五秒 来看一下 转的慢了吧 转的慢了吧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字 好像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 应该对的 你看下 前 后 左右 都是对的 然后呢 你这个如果这里给力 再把baker face vecibility hidden写上去 你看你在旋转过程中 也就看不见背面的图案 看到没有 你就看不见背面图案 但是呢 如果你里面有 再有一个东西的话 这个背景 透明的背景色 还是会有效果的 只不过现在让你旋转的时候 看不到背面的东西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3D 3D的话 最关键的就是你首先要怎么样啊 来我们再看一下 首先就得是我们先要开启3D效果 对不对 开启我们的一个3D效果 叫什么 呃 transform style 然后呢 persive 3D 然后呢 我们还得是怎么样子啊 设置一个试点 对不对 设置一个试点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两 那个3D的一个效果 那么你要看 就看到了啊 首先要设置3D 然后呢 我们还要开启一个试点 试点的话呢 可以放在负元素上面 也可以看放在它本身 放在负元素上面的效果 和放在它自己本身上面的效果呢 我也给大家演示过了 就是一个就是 你单独去打开每一个房间去看效果 以及你站在一个舞台最远的地方 就像这里 你站在舞台最远的地方 去看它里面的这每一个效果 都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总体来讲试点的话 设置在大舞台上的话 就是我们整一个 整一个显示器的片上面部分 那么这是我们那个3D效果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讲一下的 就是我们的一个 呃 2D的 呃 就3D的CSS三位 另一个种动画效果 之前呢 我们CSS三的动画效果 主要是讲了一种叫过渡动画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讲到第二种动画 叫关键真动画 关键真动画 不同于过渡动画的效果 是在于呢 它能真正的做出一种 类似于动画效果 因为大家会发现 我们用那个过渡效果来做的话 大部分是要通过什么 Harrar去 那个就是触发它这个事件 那么我们 关键真动画呢 就会像一个真正的动画那样去播放 那么我们来看 看一下啊 实际操作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还是一个 DIV class box 好 来我们这里来看一下 style type 好 点box 宽度 100px 高度 100px background 转移转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浏览器里面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红颜色的一个方块 那么如果是我们之前的那个translation是怎么样子啊 en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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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transform用学过的translator translator x轴 比如说200px 然后呢 我们这里是怎么样子啊 transition transition 然后呢 两秒 这就是把我们的整个动画效果 就是鼠标一上去 这个效果可以怎么样 播放出来了 对不对 把我们鼠标一上去 这个播放效果 就是动画效果播放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的关键真动画是做什么工作 那你可以不用鼠标一上去 一打开 它就在这里播放效果了 真正的像个动画一样 那么它有什么要求呢 首先你要知道 我们它要规定动画的名称 然后规定动画的时长 然后呢 还要把它绑定到某个选择器上面 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服务器端的字体的设置方法 大家还记不住 服务器端的字体设置方法 是不是也得自己用ETA 然后放到贝斯 自己去写一个什么服务器 就是字体名称 然后再去跟别人绑定 那么我们这里也是 我们这里也是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做这个效果的话 要怎么做 我们把它给删了 就不需要它了 Transition也不需要了 那么我们首先 要先ETA 叫 写下面啊 ETA Keyframes 不要拼错了 F-R-A-M-E-S F-R-A-M-E-S Keyframes 然后呢 我给它叫个动画 叫AA 就是我们自己起的动画名字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 就是我们要写的一个CSS CSS的它的一个变化 它怎么写的呢 大家来看一下 它是要从 就是说有from和to 还有呢 有0%到100%这样子去做 from和to就是开始和结束 它的一个形式比较单一 但是如果你是用0%到700% 当中你可以切25% 50% 75%这样子去变化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再往下看一下 那么它涉及到的属性啊 有这么多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一个效果 那么像这里的话 我from 然后呢 我这里宽度100 把这里from 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位置 from的位置 那么可能就是 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我们to to的话transform translator 然后呢 或者是你可以这么写 位置from 可以是从哪里啊 left 然后呢 top 也是0 但是如果你要移动位置的话 肯定要怎么样啊 要在上面给它写上一个position position relative 或者是absolut relative 那么这里的话to呢 to的话呢 我这里left 朝左边走就是正值200px 然后top呢 还是0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现在这里是from to 这里是动画AA 我们要把它绑起来的话 又怎么写 用一个animation animation 你刚才取的动画名字 然后呢 一个播放市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效果 你看 我就点了一下刷新 你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就自动播放了 我根本鼠标没有移上去 大家再仔细看 我把它挪开看 我就刷新一次 它就是不是自动播放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画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动画 那么我们这些个动画相关涉及到的一些属性 刚才讲到了animation 就是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简写 那么我们 像刚才我这里就是个简写 那么实际上它的属性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keyframes AA 然后呢 你这里animation 刚才呢 这个叫什么name 我把它和我的这个选择器给绑定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个属性叫什么呢 再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属性叫animation direction 如果你两地里面的那个translation学的很好的话 那你这里的一个流程下来 基本上就是跟我们的什么translation很像 我们translation是不是有个direction 它是什么 就是秒数嘛 对不对 那么这里是animation direction什么 秒数 秒数的话两秒 那么你有这两个东西了 你的动画就能够有效果了 没有这两个都不行了 跟我们的那个translation是一模一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个叫什么translation animation 这里我说这里可能写错了 不是规定3D元素的透视效果了 我们仔细从这上面看一下 animation animation timing function 来大家看一下我下面具体的 具体的 然后后面给大家的那个课件里面 我会把这里给改过来的 animation traming function 来看一下 animation direction是时间 然后呢 我们animation traming function 什么 规定动画的速度曲线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translation里面 也有个什么traming function 对不对 分别什么linear s s是默认的 s什么 先慢再快 然后linear是匀速 对不对 linear是匀速 然后呢 还有等等等等 还有像那个 basr曲线 basr曲线的话 我已经给大家一个网址 大家可以自己上去去 做一个切换 那么像我们这里的话 也可以animation 然后呢 什么traming function 比如说你给它写上linear 但是我们这里因素 因为效果比较 所以看不出来 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效果看不出来 有多大的区别 那么接下来还有的 属性是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这个属性 叫animation delay 这个的话也不用讲了 animation delay 是什么呀 延迟吧 对不对 我们transition里面 也有延迟 所以animation delay 比如说延迟两秒 好了 延迟两秒 其实效果真的是 很那个 延迟两秒 一二 看它才开始 对不对 延迟两秒 一二 一二 这个我数的快了 那么这是animation delay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一个什么animation 什么 animation count 这个东西的话 是规定我们的一个动画的播放次数 什么意思呢 大家现在来看 我这个不是播放一次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接下来你可以animation 这个比较长 因为我平时习惯写缩写 所以说这个的话 不太用 我一般都是写缩写 那么你可以规定 然后它是规定什么 播放次数 比如说我这里写个五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效果 延迟两秒 一遍 两遍 你看它放了三遍 四遍 五遍 然后那就结束了 那么还有一个叫什么 ifinite ifinite是什么意思呢 ifinite就是 重复不断的放 infinite infinite 好来看一下 infinite 它就不停的就这么播放下去了 就不停的没有停顿了 没有停顿了 就永远这么播放下去了 你看超过五遍了 已经看到没有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 就是播放的一个次数 接下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的一个animation direction 它是指我们的一个什么 怎么去播放 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我这个是不是播放到这里 以后就停掉 然后再从头开始播 其实我们可以让它过去 再回来 再过去 再回来 这么那样子的 那么我们就使用了 animation direction 然后来大家看一下 normal就是普通 alternate 就是让它重复不断的去播放 你看过去以后 它就会回来 看到没有 然后再过去 然后再回来 做了一个反复的运动 做了一个反复的运动 不像刚才那样 过去了 停掉 再从头过去 再停掉 再从头过去 那么这是我们的alternate 还有还有哪 大家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属性 这个的话要跟java square 一起使用 所以我这里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这些属性 就可以全部把它们和写为一个 和写为一个 像我在实际操作中 就写的这个和写的比较多一点 比如说首先是谁 AA吧 名字 然后空格 是我们的播放的时长两秒 然后呢 是我们播放的速度linear 然后呢 是我们的一个延迟两秒 然后是我们的什么infinite 就是重复不断的播放 对不对 重复不断的播放infinite 拼错了 难怪的 infinite 然后呢 还要是什么倒过来放 这些全都可以缩写 那么它有些 你不用的可以怎么样 省略的 你看刚才一大串 现在就只剩下一个 效果跟刚才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觉得延迟特别烦 那我不要延迟了吧 直接把它删了就行了 它就直接缺省了 缺省以后你看 直接就这么放过来放过去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那一个叫什么 这就是我们那一个 就是关键真动画 那么刚才讲了 我们这里是from到to吧 我们还可以用什么 0到100%来做 那么效果就会更明显 那么比如说0 25%的时候 我让它走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我接下来50%的时候呢 50%的时候让它top位置也是200 然后接下来是我的75%的时候 left就为0 然后呢 top位置就是200 然后接下来在100%结束的时候 让它又回到了其实位置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动画会变成怎样的效果 看到没有啊 它就变成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你这里如果有点快 你可以把秒数变成多少 5秒 那么你也不光是可以改变它的位置 我还可以改变它 在行径中 我可以让它怎么样啊 比如说translator transform 然后transform 然后呢scalar scalar怎么样啊 不是scalar 我要scalar 比如说它都放大成它的两倍 然后呢 在这里到25%的时候 也放大成三倍 然后在这里呢 又变成两倍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变成怎样的效果 你看在行径中 它就变大变大变这么大 又变小 然后呢又回去了啊 变大 因为我们这个都是从原点的位置开始变的 所以呢 会有一些被我们的这个给切掉了 那么还有呢 还有的话 你可以在行径当中也可以让它怎么样 Background 警号 警号 0F0 然后呢 这里是 Background 警号 00F 然后这个是 Background 警号 FF0 最后又变回了 Background 警号 F00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一边变换颜色 一边走 一边又变大 一边有那个完全不需要你去动 它就自己去播放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振动化 这就是我们的关键振动化 只要你把translation掌握了 那么我们关键振动化的几个属性啊 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今天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一个3D 3D的话 重点在哪里啊 一个就是我们的 Transform Style 还有我们的Persetive 这两个大家一定要弄懂 然后就是我们的关键振动化 大家要记住 它的写法就是 你首先需要通过Keyframes 去自定一个动画名称 然后呢 这个动画里面写的就是 它的一个行径 或者是它的播放的几个段落 几个段落 然后呢 你再把你的这个名称 通过Animation 绑定到你的空间上面 而不空间 这应该是你的选择器上面 然后呢 再设置相关的属性 比如说播放的时长啊 然后速率啊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 是否要延迟啊 是否要重复不断的播放啊 是否是要正过来播放以后 再反过去放啊 这样子一些属性值那么才能做出我们这样子一个关键振动化 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一个知识点